哈囉 大家好 我是正次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新收到的彩妝品們 然後這些呢 全部都是泰系彩妝 因為呢 我在我的IG有個hashtag叫做 次次太愛分享 我發現我真的蠻多泰國的一些臨時美妝品 所以我就做了這個hashtag 那我覺得應該也是可以放在就是我的頻道裡面 那今天呢 這些是我剛收到的就是泰國彩妝品們 我要把它們呢 全臉上 在我的臉上直接畫一個妝容 然後直接開箱給大家看看 像這個牌子在泰國已經非常有名 像我之前有介紹過我很喜歡他們家的睫毛膏 所以今天我又採購了幾樣像是這個24小時的那個粉底啊 我是覺得說像現在夏天其實蠻熱的 那就直接來試用看看 喔 它質地蠻水潤的耶 我會不會擠太多啊 希望這個色號是適合我的 然後用油妝袋 開一開 嗯 看起來好像算是蠻輕薄的類型 喔 我先說我今天其實沒有上任何的那種 控油系的 嗯 妝前產品 我想說想要直接測試看看這一支的 控油效果好不好 然後用按壓的方式把它按開 畢竟它寫的它是24小時的持妝 所以應該算是24小時控油系的 這是上完第一層 我覺得是蠻自然的類型耶 但不到很霧面 就是一種柔霧光感 好 這半邊其實最近 生理起來蠻多痘疤的 遮不太掉 等一下再來 再多補幾下 可是我是覺得它那個黑眼圈的 修飾效果 目前看起來 是蠻不錯的 因為我的黑眼圈是 稍微啦 不到特別嚴重的類型 但還是有 主要就是膚色的不均 然後先說我是 混合性偏乾的肌膚 但是我夏天其實T字部也蠻會出油的 然後就兩頰偏乾 今天就做一般的保濕 像這邊有一個淡淡的髮 疊得上來 欸 這樣子疊上去的那種疊加效果 我覺得蠻好的 那我們來測試這個 可不可以再疊得更完美 好像還是蠻有限的耶 我覺得好像 我覺得大概八成有遮掉 可是因為下面這個 肝屁啊 肝屁 就結痂啦 不小心透露我的 台語混出來了 結痂我覺得就比較困難 其實這支我之前看人家說 它的粉感蠻重 我個人這樣看起來 我是覺得 還好耶 在我臉上 而且這支的顏色其實 蠻適合我的 黑眼圈算蠻OK的吧 嗯 目前這個光澤我是蠻喜歡的 就是一個 微霧光感的感覺 不錯 我們要來遮瑕了 我要用我的遮瑕 因為這次買的 沒有買到遮瑕的產品 OK 再來是我收到最期待的 顏彩盤 因為這筆顏彩盤很便宜 然後它超多顏色的 你看 非常多的顏色 然後裡面還有附一支筆刷 重點是喔 這支筆刷 我有拿出來就是 稍微這樣測試一下 它的毛是很軟很舒服的耶 不然我們就先來 刷色在手上試試看吧 喔哇 它的延展度也太好了吧 有看到嗎 而且這顏色 珠光到一直 反光耶 我驚嚇耶 我是驚嚇耶 欸它真的很便宜 它的粉質也 很優秀 非常優秀 那我們再來試試看 這個 木面橘好了 欸 霧面的也是很不錯耶 而且這霧面好漂亮喔 但它的珠光 讓人覺得非常非常的驚訝 那打底色 我就先選這個 米色來做眼窩的打底 接下來呢 我要用剛剛的這個 霧面的 橘色 它就是一個很漂亮的那種 南瓜橘色 但是 土色調會比較重一點 加在我們的眼尾 慢慢暈開 我覺得它顯色度算 OK 蠻適中的 我覺得這個眼影刷 它雖然就是有點面積偏小 但是在暈染上 我覺得算OK 整個 眼妝來說 我覺得 沒有結塊的問題 它的粉質真的算OK 這一盤 不到300塊 這邊我記得好像才299吧 這個粉質很優秀耶 太細台妝 現在怎麼這麼厲害 這麼便宜 難怪我會買一堆 接下來呢 我覺得 我想要用 這個顏色好了 剛剛刷上去有點 蜜桃色 配我今天的衣服好了 這個蜜桃色 珠光算是 蠻美的 欸 珠光上眼皮 顏色變得很細緻耶 不是那種非常閃的珠光 我覺得顏色 沒有到很上去耶 我試看看用手好了 喔 我覺得珠光用手會比較好耶 嗯 用手好看多了 下眼影 我想要用這個 蜜桃霧面色 然後放在 我的下眼影的部分 從眼尾慢慢帶到眼頭 我覺得這顏色比我想像中的 還要顯色 但我覺得它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日常色系啦 這我之前買小包包 它裡面送的那種海綿 但我覺得它就是 可以拿來當作臨時的筆刷換色 我覺得蠻OK的 大家如果有這種東西的話 可以把它留下來 然後一樣的是 剛剛的蜜桃色 放在眼頭 秋冬色系的中紅色 放在眼尾的部分 眼睛公布 就是看起來比較深邃一點 喔 不得不說一下 它附的這個鏡子啊 很大面 就是來畫眼妝的時候 非常好用 好 做我們日常眼妝完成 這盒真的很值得耶 不到300元 粉質又不錯 然後顏色又多 附著筆刷又不眨眼 給過 再來就是我很期待的 Mistin他們家的 紅管眼線液筆 不太會眨眼 我最期待的Beauty Cottage的這一隻 睫毛夾 聽說很好用 喔 感覺是還不錯喔 來看一下翹不翹 哇 蠻翹的耶 可怕這邊 還蠻翹的吧 這邊是還沒有夾的 這邊是夾過的 哇 你看它整個都夾到我的眼皮上了 我覺得這眼皮的弧度很OK耶 這弧度很美耶 喔 真的太漂亮了 這隻Beauty Cottage的這個睫毛夾很可以耶 而且它裡面我剛剛看啊 它還有再附一個這個軟墊 可以做替換 包裝好漂亮喔 接下來進入到我也是很期待的睫毛膏 因為我本身之前就非常喜歡用他們家的桃紅管 他們又出了這隻黑管的是防水的 我就來看看呢 這隻防水的到底有沒有比原本這隻我的最愛呢更厲害 這隻桃紅管在台灣夏天有點太熱 它是溫水可泄的 然後我出去有時候太熱揉眼睛它就會掉了 但是它是穴穴狀的掉 不是那種黑眼圈式的 所以我看到它有出就是防水款的 想說來試試看 看它的纖長效果有沒有跟桃紅管一樣好 這一隻黑管 黑管的它兩邊都是黑色的刷頭耶 這邊呢是比較粗一點點的 然後膏體我覺得比較濕 然後細的這邊看起來比較乾 我覺得應該是比較適合刷下睫毛的 跟桃紅管的不一樣 桃紅管的這一隻呢 是一邊是高體刷頭一邊是纖維毛 所以這兩隻還蠻有差異性的 來就直接給它試試看黑管的 它的高體本身的纖長感如何 我來看一下 它裡面好像有自帶纖維耶 你們看 有嗎 有差耶我覺得好像長蠻多的耶 而且它的高體沒有到很濕耶 有點半乾狀的 然後可以慢慢的疊加上去 而且沒什麼蟑螂腳 就是你要慢慢的往上直直的梳 好像也很厲害喔 這個爆炸感我覺得很可以耶 我現在要來刷下睫毛 因為我下睫毛呢 本身條件不是很好 因為真的很稀疏 然後還有附一個比較細一點的刷頭 我們就來用細的刷頭刷刷看 很誇張耶這個下睫毛 你看我本身是真的是 沒什麼下睫毛看不太到耶 你們看兩邊的下睫毛有刷出來 我覺得很開心耶 不要哭了 因為我真的下睫毛超少的人 腮紅我要用2p original 也是泰國的小眾品牌 兩個顏色來做疊刷 這個是比較紅棕色系 然後這個是有一點蜜桃色 像是我今天衣服的顏色 04 然後把它畫圈在我的前面 比較可愛一點這樣 疊加02在顴骨後端 比較深一點啊 順便修個容 泰紅完成 口紅買的是Malisha Kiss他們家的 霧面絲絨亞光唇膏 我買兩個色號啦 可是這個16號不是黑色 這個16號是一個比較 秋冬的復古橘色 然後跟一個蜜桃色 沒有擦任何東西直接來上上看 有一個有點像奶油的味道 但是沒那麼明顯 但是它的那個質感質地很好 欸這隻我很便宜欸 在特價99塊的時候買的 好看 很喜歡欸 我覺得很漂亮欸 好可愛喔 我喜歡這個顏色 中間我要來疊插一層 就是這個 像是秋冬的一個爛番茄色 我覺得這顏色很漂亮很秋冬欸 這顏色完全是我的顏色欸 就是一個超日常 我一定會帶出門 就是隨便亂抓的那種顏色 剛剛那麼可愛的顏色 我還不見得會馬上帶出門 這顏色我絕對會給它放在包包裡 就是那種 很好看的那種 秋冬色系的顏色 我把它整個補滿給你們看好了 整個補滿 這顏色我很喜歡 大推16號 雞推欸這顏色 好有質感的一個 秋冬色 我今天其實唇況沒有很好 還蠻乾的 而且我平常就是上口紅的時候 基本上都會先上護唇膏 今天這支完全沒有 16號絕對可以收啊 怎麼這麼便宜啊 99塊有這麼好看的顏色 它很質感欸 我覺得這是不輸專櫃的那種顏色 好弄好 可以準備出門了 那晚上回來 我會再跟大家就是 紀錄一下今天底妝的狀況 目前看起來呢 都是蠻OK的狀態 現在要準備搭客運回家 然後我覺得目前底妝表現 其實都還蠻不錯的欸 然後待會回到家應該蠻晚 應該十點多以後了吧 那等一下再來跟大家更新一下 就是今天妝容的狀況 到新竹了 現在是晚上十點半 已經帶妝十二個小時了 然後我來跟大家更新一下 就是今天的整體妝容狀況 我這個底妝讓我很驚訝 因為很優秀 畢竟它蠻便宜的 然後但它沒有白芝麻的狀況 然後鼻翼的脫妝 我覺得稍微還好而已 整體就是完整度還有到達80%欸 我覺得以它的價格來說 CP值真的算很高 而且今天沒有補妝也沒有壓油光 我覺得這個看起來像是奶油肌的感覺 是可以接受 出油是漂亮的 當然是油肌的話我可能就不確定 因為我是混合性偏乾肌 再來呢讓我驚豔的也是就是眼妝的部分 現在完整度也是很高 你看都沒有暈欸 就代表這一支眼線一筆跟那個睫毛膏是非常OK的 我覺得眼妝維持得很好 腮紅那口容吃一吃它就掉了 太口彩妝真的很厲害欸 這個價格對上這個妝容我覺得很可以 希望呢今天這個簡短的開箱分享 你們會喜歡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再幫我按個喜歡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 然後這系列彩妝我覺得 真的很值得推薦你們去購買 因為真的CP值很高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